这个周末假日为暑假开始的第一个周末 瑞税香公所邀请大家一起来看展 这场结合顺意台湾原民博物馆与台湾海报设计协会 开办的第十届全国原住民海报双年展 今天下午在武鹤文产推广中心热闹开幕 展出十多件得奖的作品 透过镜头我们先赌为快 以山海的大爱圆融之美 为台湾原住民海报设计创作竞赛主题 参赛获奖的作品 今天下午在瑞税武鹤文产推广中心热闹开幕巡回展出 各部落头目各级民意代表 以及乡长吴万德利林 专注聆听奇美文物馆驻馆员的导览解说 男女的导觅 她的这个定制库 哦定制库 瑞税江起北文物馆虽然因为地震灾修 暂时牵移至午后原民文创产业中心 但各类展览活动却不中断 这次结合顺利台湾原民博物馆 与台湾海报设计协会开办的 第十届全国原住民海报双年展巡回策展 借此让更多人了解台湾原住民族各族群文化 也欣赏作者的创意 今年的六月一直到十一月 然后在特别原住民文物馆的合作 那个顺利台台湾原住民文物馆的合作 支持好像美的海报 希望大家能够到原住民文物馆来 此外瑞税江起美文物馆也同步展示 无赫扫巴十足神话故事 以及与周边卡拉拉玛丽云部落文化 相连依存的关系相当精彩有看头 这个周末也就是暑假开始的第一个周末下期 民众不妨带着孩童一起来欣赏 记者是预览 瑞税采访报道